繼續來看就是這個 前後煮不一樣白煮的疫苗 真的可以來煮加保護力的討論 對這個事情 這個代代說話 因為今天醫生西班牙經驗的現實 說像煮鋁力加來煮這個米恩 在疫苗 雖然說只有煮一支 疫苗是比較有更大的中和控制 不給了不過如果強調說 這個不適合不一樣 這個很好的人 也需要我們 臺灣國來的資料來做對焦 現在有情感受 政府希望民眾 可以煮疫苗來提款保護力 不過少年少出現 有人兩人煮不一樣白煮的情形 大家開始討論兩人煮不一樣白煮 還不可以真的整個保護力 代代病院在那十來的記者會 有學者提出生班牙的經驗現實 經驗說先煮AZ 再煮BNT疫苗 比只煮一人AZ 中和控制保護力的比較高 所以當然現在可以看到一些疫苗 混打的一些現象 我想一部分還是跟這個人性是有關係 這個這一篇文章其實是最重要的遺跡 因為它發表在 Nature比較有公信力的雜誌上面 那這些東西大家有些時候都會覺得它的樣本數很少 其實我告訴大家 如果以抗體中和人數這些樣本數其實已經蠻夠的 至於它能不能應用到 應用到其他的種族 那麼當然所以需要國內的資料來做支持 另外 台台公的行員人員說 煮一檔疫苗又加上過水安 可以定時外國煮兩檔的保護力 因為可以接作過來煮疫苗的政策 也還有改付控制的參考 有這樣我們可以安心的在這個一個一劑疫苗施打的情況之下 等待二劑疫苗的同時可以這個安心 那必須說一定要這個等到我們加零 完全都全部都加零之後才來做解封 導致人員說 為了要讓民眾可以安心坐台中 運輸工具 建議民眾獨立主要廟 政府也可以建立基加快胎檢查的認證 加做坐台中運輸工具的參考 讓大家可以安心坐車 記者綜合報道